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我重生回到了 随父亲班师回朝的那一日 秦家军大圣北墨郎族 天子大喜 庆宫宴上 天子命席间 世家贵女以月赴诗 以助久幸 文采出众者 可得重赏 风神俊朗的少年天子 高以龙矣 一个眼神勾得殿下 百花齐放的世家贵女们 跃跃欲试 只有我知道 这位登基半年的新帝梁景 是大梁的亡国之君 因为上一世 我就是他的皇后 上一世 梁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败光了大梁的国本 很快 北墨郎族的铁蹄 踏破了国门 我秦家满门中烈 刚刚战死沙场 尸骨未寒 他就主动将我绑了 送到北墨 可汗 北狼王的帐中 献敌作祭 只求自己苟活 可惜北狼王 生性狠利 一箭射死了他 而我不愿受辱 在北狼王 为我松绑时 我抢过了 他身上的匕首 刺向了自己 一睁眼 我却又坐在了庆功宴上 大梁王朝还在烈火烹油 鲜花着锦的盛事 我父亲还在席间安然无恙 我握紧了酒杯 只见饭白 这一次 我绝不会再让得不配位的人 葬送了大梁 突然 衣冠楚楚 年方二十的梁景朝我这边看来 我赶紧低下了头 一言不发 可我那自小吃傻的树妹 却不顾李树上前一步 盈盈下半 臣女或有捉作 我一惊 不禁抬头望去 我树妹一改往日 吃傻呆顿的模样 眉目清明 顾盼神非 连天子都亮了眼睛 早就听说将军府嫡女于三军阵前生情嫡将 立下大功 想不到竟还有诗才 陛下说的是臣女的嫡姐 秦之华 我树妹看向了我 轻蔑一笑 臣女是将军府庶女 秦之婉 她落落大方地道出自己的身份 立在殿中 昂首直视天子 四下非翼四起 原来是庶女 难怪如此不守规矩 秦老将军是老臣了 怎能容庶女如此失礼 他似乎没有看到 父兄如坐针毡的样子 胸有成竹的出口成尸 声音轻亮 海上声明月 天涯供此时 海内存之己 天涯若比林 月下非天境 云生结海楼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供潮生 她连吟数十首绝诗佳作 满堂皆经 天子如获至宝 想不到将军府养出来的女儿 果然各个出彩 她虽这样说 一双多情的桃花眼 却只顾看着堂中出尽风头的秦之晚 没有看我一眼 我松了一口气 秦之晚回席时 居高临下的扫是跪坐席间手牌的世家嫡女们 她的裙摆傲然掠过我的桌角 故意踩住我的衣摆 我抬头与她对视 她从前的纯真懵懂 全然不见 眼里是手道琴来的傲气 张姐 我来了 这一回你就别想拔得头筹了 这皇后之位啊 还是妹妹来替你做吧 我大喜 还有这等好事 可她怎么知道 上一世 是我拔得头筹 成了皇后 夜宴后 天子将她的九龙佩 赐给了我树妹 还有许多 我和父兄在北墨掌获的许多奇珍异宝 都被梁景赠予了美人 我父亲如上一世一般 多次上书奏请 将战利品收归国库 以充军需或民用 梁景一如既往的 不当一回事 上一世 这张冗长的礼丹低下 追的是我的名字 我仔细扫着礼丹上物件的图样 寻找着我熟悉的一样物件 姐姐就算将这礼丹 瞧出个洞来 也瞧不成你的 是秦之晚来了 自上次财经天下之后 我就没有见过她 许多高门贵女向她下帖 她无疑不应 不放过任何一个斩财的机会 她再也不像以往一样 牵着我的袖子 缠着我给她讲 边塞的制羊肉有多香了 她仰着下巴 大步踏进了我的闺房 一进屋 秦之晚就笑了 看着我拿着属于她的礼丹 面露嘲讽 不愧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盲皇后 这时候了还这么沉得住气 她的腰上明晃晃地戴着那枚 两颈的九龙配 上一世 这枚九龙配是赐给我的 天子令众人吟乐时 我却看见她秦家百下的街风宴 极尽奢靡 挥金如土 北墨的将士连抗寒的冬衣都没有 我如何有心思坐在华席上 为天子吟乐 可怜宫宴三百尺 不问苍生问风月 况且 这宫墙里的月亮 哪有北墨郎君山上的月亮好看 因此我此诗不作 在月下捂了一只君中 见舞待之 却不想被天子称赞 不同于那些雍之俗粉 反而在众多世家贵女 吟乐的诗词中拔得头筹 第二日 我就收到了天子的九龙配 配侠中附了一纸情诗 我心如玉 不可转眼 落款是天子亲笔所书的玉名 梁景 和这一世给秦之婉的一模一样 我从小随父亲生载载军营 最讨厌花钱月下 无病呻吟的文字 当时我就把这封情诗拿去垫了桌角 可秦之婉却不同 他如获之宝 深情款款地立即回了数首情诗至宫中 将此事宣扬得人尽皆知 本朝极重文才 连宝读诗书的天子都对秦之婉情根深重 他一时在京中风光无两 甚至压过了我 人人都说将军府庶女 比起嫡女毫不逊色 甚至比只知五腔弄棒的嫡女 更有才女风范 梁景很快与她互通诗文 一唱一鹤 在坊间已成了少年天子 与世家才女的佳话 这一切我都熟悉极了 因为上一世 就在我收到九龙配后的一个月 坊间竟有了我与梁景两情相悦的传闻 随后我顺理成章地被册封为皇后 我被留在京中 那一方四角的宫墙里 不可再随父兄出征 自那以后 直到大梁王国那一日 我都再没见过 北墨郎居山上的凛冽山岳 父亲说过 让你将鹤里换成前梁 镇绩军队或灾民 你为何还不去做 我放下礼担 平心静气地说 秦之婉听了我的话 反而笑了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 梁景送给了我 我就有所有权和使用权 你们有什么资格 道德绑架我 她嘴里说着许多 我从未听说的话 一屁股坐在我榻上 大咧咧地拿起一块枣糕 放进嘴里 咬了一口 便皱眉土在地上 把剩下的扔给了丫鬟 毫无掌幼之序 哪怕是过去吃傻的时候 她见了我也知道 恭恭敬敬喊一句长姐 如今 她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 据说梁景很喜欢她这样 在宫里独许她不拘礼节 你这里的枣糕 也太难吃了 一点甜味都没有 这房间也是 什么软妆都没有 无聊单调 我任她把扔在地上的枣糕捡起来 垂眼淡淡倒 如果妹妹尝过北墨杀鼠草根的味道 便不会觉得这枣糕无味了 秦之婉文言 眼神越发厌恶 看我时有种高高在上的傲气 秦之华 你果真只知行兵打仗 不解半点风情 和史书上写得一样无趣 我抬了抬眼 细细打量了她一眼 后世史书如何评说我 妹妹怎么知晓 说吧又浅浅一笑 不动声色 难道妹妹是神女将士 哈哈哈哈神女 笑死 你们古人就只会迷信吗 算了 无知也不全是你的错 她看我始终有一种高傲的神情 仿佛我们之间有一种 我无法跨越的无形壁垒 原来这个壁垒是时间 她说她来自未来 一个不分敌数 婚姻自由的时代 两千年的时间 让她举手投足 都大胆自意 言论惊人 我想那个时代对女子的束缚 应该比现在小得多 不知道那时候 中原是否已无战事了呢 既然你的时代那样好 你又为什么占了我树妹的身体 来我大量 我为什么来 秦之晚笑了 用一种可怜可笑的眼神看着我 我自然是来祝梁景 成为天下民主 成就地后佳化的呀 梁景 那个让北墨大军 直抵京师 束手就擒的亡国之君 祝他成为天下民主 还不如让北墨可汗 现在骑马赶到京城 坐上龙椅快一些 我看着他傲然的神色 突然觉得他的神志 还不如之前吃傻的时候清明 你可知梁景是什么样的人 提到梁景 秦之晚桀骜张扬的眼神 莫得温柔起来 他可是史上有名的帝王才子 文才斐然 最难得的是他身为帝王 却能与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 还为他写了无数绝美诗词 说到发期 他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只可惜 你根本不懂他 真心疼阿景 和你这种不解风情的女人 做了一辈子的夫妻 你也配 也不知道 你哪来的福气 能让他这么爱 我看你也不过如此 只是仗着将军敌女的身份 占了先机吧 我几乎忘了生气 也忘了告诉他梁景风流成性 处处留情 又耸得要命 生怕严官则难 才把他宠幸过的宫女名灵们 都抹去了姓名 我只是瞪大了眼睛 反复确认 你刚刚说 你知道他是王国之君 对吧 你们的史书告诉过你 是他亡了大梁 对吧 不是 怎么还有人上赶着 做王国之君的皇后啊 知道又怎样 那又不是他的错 秦之晚轻描淡写地说 好像王国 只是梁景失手 打翻了酒杯似的 生在帝王家 又偏逢末世 他身不由己 可怜他满腹才情 却不得不困在宫围 做一个孤独帝王 连个知心人都没有 我仔细看了 秦之晚的眼睛里 流露出来的是真实的 由衷的心疼 是的 他没有心疼 被北墨大军 践踏的大梁百姓 没有心疼 战不选种 身死沙场的大梁军士 更不心疼 被梁景强取为后 求于恭为的我 他心疼的是 那个带来一切灾难的 无能的帝王 好像那天下百姓的性命 忠臣良将的兵心 都耽误了 他寻觅真爱的自由 我震惊到无言以对 一个超越了时代 两千年的未来之人 手握历史脉络 知晓国足未来 却只想着与昏君成就 一段一文不值的爱情 你有没有想过 史书上写的梁景 是真正的他吗 你又怎么会知道 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 除了打仗 你还懂什么 秦之丸瞥了我一眼 嘴角一翘 算了 提前告诉你也无妨 阿景马上就要立我为后了 秦之丸走的时候 将那礼单上 他不喜欢的赏赐都给了我 说以后入宫了用不到 便舍于我了 我拦住了 要去与他拼命的贴身婢女 反而喜不自胜地带人 去了库房 刚刚在礼单图册上 我看见了一样 十分眼熟的物件 此次或有大用 这些赏赐中 有些东西做工粗糙 是从我们带回来的 俘虏身上搜获的 入不了秦之丸的眼 难怪他嫌弃 在许多珍宝的下面 我果然看到了那把匕首 我亮了眼睛 他以狼牙为刃 刀柄刻着一个月牙 月牙是北墨狼族王室的象征 我细细骂撒着月牙 手心是熟悉的触感 上一世 我握着他 结束了自己屈辱的一生 而在被我抢到手之前 他属于北墨客汗 那个当着我的面 一箭射死两颈的北狼王 我走进死囚牢的时候 北狼王正被两父 所拷居在死牢的墙角 像一匹假妹的狼 此时 他身上只穿着北墨普通骑兵的短鹤 靠着墙根没有生息的样子 没有人知道 他就是北墨未来的主人 北墨的继承制度向来残酷 继承人自小就要在军中磨练 从墨等骑兵做起 以实打实的战功争夺捍卫 我悄悄蹲下来 看他垂下去的脸 见他紧闭着眼睛 睫毛却在轻颤 我轻笑 看来此时的他 还没有练就王者的沉稳 只是这俊朗的颧骨上 竟还有两道剑伤 没有愈合 我抬手 把他散下的头发 往耳边一缕 狼王煞时醒来 瞬间捉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手里长握弓箭 曾于大仗前捏断耳马进骨 可此时他的肩膀却颤得厉害 我知道他肩上是一道进了毒的剑伤 此时大约是因为用力崩开了脆弱的血架 上一世 北莫王就是因为这道伤未能及时医治 多年不能再晚宫 射死两井那一回 是仅有的一次 我任由他牵着我的左手 右手却从怀里取出一壶小酒 这壶药酒可以置你的剑创 我看向他 对上了未来横扫路河的北狼王 十八岁的眼睛 我发现他没有看那胡耀酒一眼 他一直在看我 许是他生性警惕 对陌生人的帮助总有忌惮吧 但是由于刚刚的发力 他的剑伤有些开裂 阴出血来 他的指尖死死抠着粗糙的墙面 似乎在极力忍受极端的痛苦 我立刻扶住他的手臂 往他唇盐灌了一小口药酒 替他擦去额头上的冷汗 数秒之后 他的眼神逐渐清明 谢谢你 这药酒 我可以用千百只牛羊来换 我笑了笑 接着拿出了那把狼牙短刃 他像一只突然闻到月色的小狼 眼神一亮 一下子坐直了身体 夺回爱物 好好辅了一遍 我看他的眼睛里 说不清的悲壮 轻声说 你的这把狼牙刃 很漂亮 他抬头起了头 与我对视 是很漂亮的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 你知道我是谁 我指了指刀柄上的月牙 和他手腕上月牙的纹身 这上面刻的北墨文字 就是你的名字吧 他点点头 指着刀柄上陌生的文字 一字一字地念给我听 阿 亲 娜 念一字就看我一眼 仿佛在我眼中寻找什么 阿亲娜 我轻轻地重复 在北语中 这是狼王的意思 这把刀对我来说 很重要 他的汉化生硬 目光却肃然 你帮我找到了他 我可以做什么来报答你吗 听到这句话 我松了口气 我知道 这一世 我已经先于任何人 获得了与未来的霸主 平等对话的机会 于是我笑咪咪地 一字一句问他 阿亲娜 你想不想 做天下公主 我从死牢出来的时候 告诉看守的小狱卒 死牢里逃走了一名北墨骑兵 不远处的长乐殿里 梁井正在燕饮 看守死牢的兵力 少得可怜 小狱卒穿着单薄 已经一连上职了三天 没有休息 他很懂事 经我稍稍提点 便明白了一个战俘 出逃的小事 不该去烦扰天子 我给了他一些赏银 让他坐见冬衣 也好暖暖身子 他捧着赏银 竟愣愣地抹了把眼泪 回过神来 才千恩万谢地 将我送到马车跟前 小姐宅心人后 怪到人人都说 秦家小姐得天子青眼 要当皇后了 我身后的马车里 突然发出一声异响 夜风凝滞 我扯出一笑 是我养的一只小犬 调皮得很 我出门总带在身边的 秦府的路牌 疏通道道关卡 没有人知道 秦府小姐的马车里 藏着一个北墨的死球 给你的药酒 只是一月的量 需外敷和内隐相符 一年后 建商才能痊愈 所以用量很大 你想从我这里 按时得到药酒 就要随时告知我 北墨战情 民情的变化 北墨最西边的驿站 有秦府按时 专为秦府送信 只需交给他们即可 你若此生还想满工 最好言而有信 他只是看着我点点头 同人明亮 也不知道听懂了多少 马车颠簸 他的肩头又阴出了一片血 我皱了皱眉 接下来 他还要策马回到大漠 可别到时候 失血过多出了什么意外 于是我拿出手帕 在他肩头紧紧打了一个结 用力之间 直接擦过他的下颌 夜风吹动车帘 月色入窗 照亮了他的脸 我才发现 北墨男子的脸阔锋利 鼻梁高挺 在月光下格外舒朗 只是不知 他的耳根为何通红 许是动的吧 只是北墨人 不该是很抗动的吗 一阵马思传来 打断了我的思绪 马车在城外西林亭下 他耳朵微动 一眼看见林子暗处的那匹白马 他像整个人被忽然点亮 兴奋又感激地看向我 我浅浅一笑 我从军营马厩里找到他的 马鞍上刻的字和狼牙刃上的一样 他跳下马车 一声亮哨 马儿瞬间任主奔来 那匹白马 此时还是儿马子 却已能看出聪灵的天性 不久的将来 他就会驮着他的主人出生入死 成为北墨神居 他的名字 苍月 会和北狼王一起震慑中原 夜色中 阿钦娜翻身上马 却又停留了几步 把狼牙刃塞到了我的手里 马蹄徘徊 我看不清他的神色 可是 我却听到他用晦涩的汉话 一字一句地问我 你可不可以 不要做他的皇后 我琢磨了许多天阿钦娜的那句话 大概是狱卒那句眉头末尾的话 被他听去了 秦家军出了皇后 于北墨不立 这样想 倒也合理 只是他不知道 这一生 我不会在鱼中昏君了 而他的大军 灭我秦家满门 屠杀我大梁国民之仇 我也绝不会忘 第二日 我便准备入书房 向父亲坦白一切 可刚走出闺房 便看见父亲带着家农们 急匆匆迎向大门 而秦之晚 早就一脸欣喜等地 等在门口 他面前站着 御前伺候的皇内侍 是良景的圣旨到了 秦之晚看着我走来 在他身侧长跪影址 不懈地看了我一眼 秦氏嫡女秦之华 祥中华昼 秀玉名门 温慧秉心 名慧人孝 这立为皇后 秦氏庶女秦之晚 名利之姿 性姿敏惠 寒章韵美 方流同时 着策为婉妃 我心中一正 怎么还是我 本来欣喜万分的秦之晚 愣正半赏 接着便破口大骂起来 冲向宣旨内侍 争抢着要亲眼看圣旨 你胡说 梁景明明答应 我要立我为后 怎么会是他 假传圣旨可是死罪 我要亲眼看圣旨 宣旨的一众摩摩和内侍 都吓得上来拦他 纵然知道梁景 对秦二小姐的放纵 可亲耳听到有人直呼天子姓名 还是一个个魂不附体 黄内侍是宫中的老人 最为镇定 二小姐不可胡言 天子的旨意 岂可智慧 我赶紧指挥家丁 还不赶紧将二小姐送回去歇着 我给了他们一个眼神 看着他们将哭闹不休的 秦之晚嫁回房间 还上了锁 这才与父亲谢了黄内侍 再三道歉 将他妥贴送走 我跟着父亲回到书房 仔细看了看圣旨 与上一世一字不差 我深吸一口气 刚要父亲提群下拜 就听见父亲开口 话儿 这皇后你当不得 父亲眼神中满是担忧 似乎在思考怎么说服我 为父知道 这后卫是天下女子的梦想 只是你自小在边塞也惯了 定不适应后宫的生活 原来父亲是担心我 我放下心来 这样倒省事了 要知道 上一世 父亲可是十分赞同 我入宫为梁景分忧的 女儿本就无异于后卫 只想随父亲为民征战 父亲见我这样说 眼神顿时放松了 我们的眼神 同时落到了那道圣旨上 只是 陛下的旨意 正当我们不知 如何让梁景收回圣旨时 西乡房传来了大动静 老爷 大小街 不好了 二小姐她在房里咒骂大小街 还扬言说 要夜闯皇宫 找皇上对质 父亲的眼神中 竟然是不可置信 婉儿从前性情乖巧 如今却怎么像变了个人 可不是变了个人吗 我安抚了父亲 命下人所住西乡房 亲自赶了过去 秦之婉正在发疯 屋子里是瓷器碎裂的声音 他明明许诺过我 一生一世一双人 定是秦之华那件人 用什么权钱交易 蛊惑了他 小说我看得多了 那些恶毒女配得不到 男主的心 只能威逼利诱 手段真是下作 我在屋外 听得几乎发笑 这小说 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画本子 看来那个时代 也没有他说的 那么有远瞻嘛 光这画本子的剧情 写得就够愚蠢 够狭隘的 我故意大声在他门外说 秦之婉 你不是说 你那痴情帝王 要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你看看 他还不是把后卫给了我 说完之后 我在不管屋内暴怒的咒骂声 只是仔细查验了 一遍他门窗上的锁 今晚没有月亮 夜黑风高的 若不仔细 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回到卧房 我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书信 没有落款 眉头莫尾 我对阿琪娜说过 北墨若有什么要紧的军情 要修书于我知晓 不可写地址 不可写落款 以白醋写字 我自会阅读 他给我军情 我给他智商的要求 没想到 第一封这么快就到了 我点燃蜡烛 又平退旁人 才小心地将信纸 在蜡烛上烘烤 几个笨桌 又庞大的汉字显现出来 回家了 要很厉害 不流血了 我挣了半赏 就这 这真的是出自上一世 那个一统中原的 北狼王之手吗 小姐 您笑什么呢 丫鬟来给我送茶 我何曾笑 我收了神 烧了信纸 这一夜 我睡得并不安稳 上一世的记忆 缠住我的梦境 我再一次看见了 秦家满门 血染疆场的场景 我哭着从中宫 跑到梁井的寝宫 跪在殿上 求他出兵 持援秦家 可他只是搂着 左右的胶硬美切 衣衫不整地对我说 秦家无能 不能护国 皇后不要再来打扰朕 梦境旋转 我又被梁井扔在地上 五花大绑 面前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阿钦娜 而他身后 是我家人的尸骨 小姐 快醒醒 大事不好了 我猛然惊醒 眼前丫鬟一脸慌张 二小姐 二小姐他 他又怎么了 他不知怎么打开了锁 偷跑进宫 被御林军当成刺客扣下了 不知怎么打开了锁 当然是我帮他打开了锁 昨夜 我查验他门窗的锁时 故意开了一把锁 只须须掩着 他若不闯皇宫 我又怎么能够顺理成章地 引咎待罪 辞皇后之位呢 我与父亲进宫的时候 梁景正高座大殿 殿下还有许多文臣静默待立 而秦之晚 竟然在殿下跪得规规矩矩 不吵不闹 梁景说 秦之华半夜闯入了书房 直接撞上了梁景和大臣们的绘画 我立刻上前告罪 臣女之魅夜闯宫围 惊扰圣驾 罪该万死 臣女身为长姐 管教不严 不配身居后卫 望陛下令则中宫之主 以统领后宫 母仪天下 父亲气得恨不得直接冲上去 责打秦之晚 被梁景笑咪咪地拦住 爱卿莫动气 婉儿已经知错了 而秦之晚转过身来 向我恭恭敬敬行了个大礼 婉儿先前不懂事 不知嫡数长幼之序 如今已经悔过 皇上爱重长姐 后卫非长姐莫属 我心下凛然 事出反常必有妖 人出反常必有刀 我立刻叩请 天下谁不知 陛下与臣妹两心相悦 臣女不愿拆散家偶 还请陛下侧臣妹为后 秦之晚文言 瞬间亮着眼睛抬起了头 几乎要开口 又被梁景的一个眼刀压了下去 梁景看向在场臣子们 群臣立刻跪请 秦是庶女莽撞冒进 不可立后 当立者为秦是嫡女 梁景这才满意 又笑容满面地看向我 为什么 这一事 他明明率先对秦之晚动了心 为何非要立我为后 秦之晚又怎么可能同意退让 梁景亲自走下大殿 满眼深情地伸手将我扶起 朕的皇后不必如此多礼 秦之晚贴了我一眼 芬宁看见了她眼底的不甘和厌恶 我强忍厌恶 可梁景却将我的手握得紧紧的 逃不脱了 背后脚步一响 是父亲上前了一步 陛下 小女在军营呆惯了 整日只知五枪弄棒 难堪管理后宫之责 恐难陪伴陛下左右 爱卿荣马半身 如今做个高枕无忧的国杖 难道不好 梁景笑眯眯的 我却觉得如芒自卑 我总觉得她一有所指 小女为秦家军少帅 边境若有战事 还需小女一同筹谋 瞬间 梁景冷了笑容 皮笑肉不笑 爱卿担忧的 究竟是边境战事 还是在秦家手里握了半辈子的兵权 父亲文言抬头 眼里是不可置信 原来 梁景要的是兵权 他要用中宫之位困住我 用荣华富贵困住我父亲 我仔细扫了扫在场的大臣 多是些本就对秦家不交兵权 颇有微词的组合派 秦家大胜北墨 错了北墨锐气 他们便觉得边境再无威胁了 而此时 武将手里的兵权 变成了新的威胁 飞鸟尽 梁攻藏啊 梁景的语气 逐渐狠立 如今边境已定 爱卿倒是说说 何来战事 话音未落 殿门被一个小族撞开 报 地下 边境来报 北墨大军卷土重来 现已攻陷居狼关 连下三城 不可能 梁景撕裂了笑面 一脚踹在小族心口 我大梁刚刚大胜归来才三月 斩杀北墨三元大将 他们还有谁能领军 小族狼狈的贵符 战战兢兢地说 似乎是 是从前从未听闻的北墨三皇子 明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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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七纳 是吗 我平静出声 引得众人侧目 但我并不理会 只朗生请指 阿七纳欺我大梁 还请陛下即刻下指脚贼 我秦家军不平北墨 是不回还 梁景抽了抽嘴角 看了看殿下缩头躬身的一众文臣 最终只能愤恨拂袖而去 行军三日 我们到了居狼山 父亲连夜带着副将 去居狼镇视察明晴 拦都拦不住 我在帐中点兵 一阵风吹熄了灯烛 我猛一回身掀开连杖 外面并没有人 再回头 阿七纳一身利落的 束腰裂装 已在桌前 信手翻看我的冰侧 我冲过去夺 却被他一把制住 反扣手腕 禁锢在桌前 显然是肩伤大好了 他凑近我懒懒一笑 露出一枚虎牙 你信里说 两日就能到的 狗皇帝拖了一日 才下了纸 所以耽误了 他这才松了手 嘴角显露轻蔑 他果真连战报真假 都看不出 我冷笑 对战士 他从不亲力亲为 自以为靠祖宗余威 就能震慑边关将士 他怎么会看得出 这是你我合谋的假敌情呢 是的 我早知道 离开京城没那么简单 只有边情 才能让梁井心甘情愿地放 我们离开 于是我早早安排了 阿琪娜与边镇守将 和演一出戏马 让梁井不得不放虎归山 按你信上说的 镇上的百姓 我一个都没伤 只是抓了几个副将做做样子 他们现在也都好好的 我没伤害他们 我在整理被他翻乱的冰册 一抬头才发现 他的眼神一直跟在我身上 他好像在等我说些什么 我想了想 做得很好 要酒我都带齐了 一会儿便给你 他一震 随即垂下了眼睛 我又不是要那个 是了 他虽然此时还年轻 但毕竟是天生的王者 他又怎会只为了一壶药酒低头 他与我合作 只会是为了大梁的江山 可惜 我不能将大梁的江山 拱手送给剿灭秦家军的人 你放心 答应你的 我都会给你 我对他笑得温和 因为这一次 我不是来征战的 而是来折服的 我要让秦家军修养生息 足够强大 所向披靡 能成为我与两颈对抗的足够靠山 助我走上最高的那个位置 而这需要助力 阿钦娜 教我育狼吧 上一世 让阿钦娜功无不克的 不仅是他的谋略和军队 还有他麾下所向披靡的千狼军 他生来善欲百兽 能操控狼群为他所用 他的千狼军 让大梁的骑兵闻风丧胆 梁井为此不知砸了多少东西 可惜我那时候已是皇后 在后宫蹉跎岁月 从未见识过北墨狼军的威力 你怎么知道 我会遇狼 阿钦娜有些亚然 此事只有我额籍知道 顿时 我有些失毁 我忘了 此时他还只是个 庶妃所出的皇子 上有老克汗 下有太子迪迪 他还在手桌藏风 没有展露异能 我太莽撞了 我 那日城外西林 你玉玛纯熟 我猜你们北墨人 或许都善欲受之道吧 我怕他多疑 赶紧歉意一笑 是我唐突了 我只是那么一说 你若是不愿意 我愿意 他向我走进一步 又退了半步 目光在竹影中闪动 那我 可以天天见你吗 我刚要回答 就听见帐外传来了动静 是父亲回来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为大梁尽忠一声 我还没有想过 该怎么劝说他 我刚想让阿琪娜藏匿好 回头却发现他 早已不见 帐外有父亲的声音 远远看去 似乎他们绑了个人 此时在大声求饶哭喊 声音竟有些耳熟 我去了主帐 看见父亲正在审问此人 华儿 我们回营时看见此人 在营外鬼鬼祟祟 查了名册 并非我君士族 莫不是奸细 我走到帐前一看 此人棚头垢面 衣衫褴褛 我仔细一看 竟然是我节育那日的那个小狱卒 大小街 他看见我 仿佛看见救命稻草 求大小街绕过小人 小人不是奸细 小人只是想跟着大小姐 小人不想再待在那个鬼地方了 我和父亲面面相去 细问之下才知道 他名唤阿福 原在宫中死囚当差 是买通了宫门守卫 又悄悄混入军中 一路跟着我们到这儿的 小人在宫中与阿姐相依为命 阿姐得了风寒 那日得了大小姐赏银 本想为阿姐抓一副汤药 可 小狱卒乌乌悲鸣 几乎说不下去 可我阿姐却已经被陛下仗毙了 怎会如此 阿福咬了咬牙 目光悲切 阿姐在洒扫时 不小心听到了陛下 与秦二小姐说的话 陛下说 说只要二小姐隐忍一时 帮她收回兵权 除掉秦家 便为她另寻高门贵族 以嫡女身份入宫为后 我阿姐因风寒未遇 咳嗽了几声 被陛下发现后便被当场仗毙了 父亲拍案而起 一拳砸得桌面威劣 小人入宫以来处处被搓磨唾弃 除了大小街 没人将我当个人看 如今没了阿姐 小人只想跟着大小街当牛做马 也比在那个吃人的地方好 我按下心底波澜 命左右带阿福下去安顿 往后就在我身边做个随从 阿福千恩万谢 抹着眼泪走了 这期间 父亲备手而立 始终没有说话 帐中安静了许久 父亲才开口 华儿 为父刚刚视察了边镇 并没有战情 是你做的吧 你早就知道 他要置秦家于死地 是吗 女儿也是万不得已 你只告诉为父 你要做到哪一步 我抬起头 正是父亲 王侯将相本无种 我秦家中的是大梁百姓 不是他梁井 梁酒 我亲眼看见 我那为了大梁驱驰半生的父亲点了点头 目光重回坚毅 好 那吴儿便放手去做 父亲将兵符交给了我 北墨的广袤大地 成了我秦家军的练兵场 我重做了战衣 上一世 为了不引人注目 我都是身着黑色重甲 以不蒙面 来掩盖女子身形 北墨到最后都不知道 秦家军少帅是个女子 黑色盔甲笨重不灵活 其实并不适合我 这一次我做了一副 猪盔赤甲 轻便贴身 在交锋中如红梅一朵 闲眼可认 我知道 也许我的女子身份 也会惹来许多麻烦和闲话 也更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 可我不在乎 身为主将 就是要让将士们以我为标 跟着我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我不要再做一个 无名无姓的皇后了 我第一次身着赤甲 与阿琴娜交锋的时候 一枪将她挑下了马 输给我了吧 我摘下猪盔 横枪立马 在北墨的风中肆意地笑 风吹起 我竖在脑后的长发 赤色发带咧咧飞扬 我只觉得胸中无比快意 阿琴娜坐在沙地里 抬头看着我笑 落日映在她的眼睛里 输给你了 苍月嫌弃地打了个响鼻 夺到她身边 踢了她一脚 上一世 我们秦家恪守圣旨 不养私兵 拿自己的祖产 为朝廷养兵 如今 我早不管那些科条律令 一边招兵买马 一边重整编制 秦家军在边境攒了几代的号召力 此时全部为我所用 后来 我每隔一段时间 便带着兵马与阿琴娜在战场交锋 阿琴娜总能从我那里 秦获些大梁将领 而这些被秦的将领 都是对秦家有义心 或梁景派来的眼线 不到一年 从军中到边境时程的首将 已经全都重新洗牌 全都被我换成了父亲麾下的人 而战报传到京城 便全是大盛的消息 我还让阿琴娜帮我挑选了许多美人 进献给梁景 换来的赏赐全部充作军饷 广积梁 缓称王 秦家的浮现沿着道道关爱 向皇城蔓延 而此时的梁景 还在长乐宫中夜夜声歌 坐等齐程 阿琴娜的威望 上升得比上仪式更快 由我送给她的那些人头 她一时威名远扬 在北末皇室备受瞩目 你送我的那些战功 册封令上都写不下了 她比上仪式提早三年成了亲王 有了自己的封地 而且这一次 阿琴娜拿到了最好的一块封地 这块封地原来是属于她的太子迪地的 但对于这些事 她倒也没有多在意 她最近在认真地教我育狼 她豢养的狼群 此时虽不过十几只 却全是精壮凶猛的巨狼 育狼需要与狼群培养感情 所以我不得不天天抽空去狼圈报道 我出入狼群时 吓得不敢动弹 被她好一顿笑 手把手交了我一个月 我逐渐学会了如何与狼群亲近 那些巨兽竟也能听懂我的一些指令了 她说这些狼 都是从山中找到的伤狼 或是失去双亲的幼崽 他们能活下来 是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意志坚定 长生天会眷顾他们 我看着阿琴娜注视着他们的眼神 似乎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他的千狼君能所向披靡 后来阿琴娜去山中寻狼的时候 也会带上我 我慢慢地成为了 他的狼群的另一个主人 我在第一次自己找到的废弃狼窝里 看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狼 他竟是通体雪白的 阿琴娜说 白狼形貌特异 亦被猎杀 可是天性灵敏 智慧超群 他神色敬畏 说这是长生天赐给我的礼物 我换他白泽 扫山寻狼提罚了一天 晚上 我们便躺在广袤的草场上 一起喝阿琴娜带出来的奶酒 白泽吃饱喝足 终于活泼起来 毛茸茸地滚过来 在我们的肚皮上采闹 北墨的夜晚 月华皎洁 我贪婪地欣赏 阿琴娜望着月亮 问我 为什么汉家的文字中 总有许多月亮 最近阿琴娜汉文说得越来越好 想来是有心在了解中原的文化 我想了想 思念无状 便只能借月光来说 阿琴娜便说 北墨也有许多月亮的诵歌 阿琴说 要在白月的篝火大会上 唱给心上人听 我轻笑 你可对哪位姑娘唱过吗 她许久没有声音 我扭过头去 却与她眼神相遇 她的眼睛里 映着我的脸 我是要唱给我的月亮听的 月光下她的脸阔锐利 眉目映朗 我有些恍惚 她离上一世 那个君王的样子 越来越近了 这时候 阿福的声音 有远处传来 少将军 将军让您立刻回迎 军中接到了一封圣旨 秦之晚被加封为贵妃了 圣旨上说 秦之晚在梦中 得了神灵预言 阿琴娜未来 会有一只秘密的狼君 供她驱使 于是她依据神灵所示 研制出了专门对付他们的火药 梁景要我妥善使用 务必一举歼灭北墨 尽快颁师回朝 想必是后世史书的 记载了阿琴娜的故事 被秦之晚利用 又借了后世的武器 来讨梁景欢心 与圣旨一起送到的 便是她研制而成的树车火药 我仔细看了看 其实只是用硬降纸为成的直筒 装填了硫磺消失等物 做工粗糙 质量也很低劣 她没有想过短冰箱接的时候 使用这样的火药 会使秦家军死伤多少 我让阿福收好 不要被人知晓 储藏火药的地点 我本想立刻与阿琴娜说这件事 可她竟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出现 甚至还修书 拜托我照顾狼群 入了冬 我才在一个清晨见到她 她轻瘦了许多 北风烈烈吹起她的衣摆 趁她修长挺拔地像一颗云松 灼然俊傲 看见我 她眼睛映出了尘光 小步跑来 倒是很像去狼群喂食时 第一个向我跑来的白泽 今年寒日里 傅汉交给了我来办 这是北末全年最大的盛事 历来都是由储君操办的 难怪她如此高兴 我会办得很热闹 你要是想来 就来看看 她把一件北末女子节庆时 穿得几幅白袍塞在我怀里 手指向处时 从她脖梗处 逐渐泛起了一片红 直至蔓延到了耳根 然后飞身跳出了窗外 我从容关上了窗户 假装没有看见 跟在阿琪娜后面的 那一道一闪而过的黑影 寒日是北末对冬三月的统称 北末一族认为 雪可以让来年的牧草更丰美 牛羊更健壮 因此他们会在十二月初 举办七天七夜的篝火大会 以感谢冬季的瑞雪 祈祷来年牛马风足 篝火大会上平民 也可与皇子赛马 摔跤 百姓们依照部落燃起巨大的篝火 青年男女们在篝火边 彻夜欢歌跳舞 饮酒庆祝 阿琪娜今天 也穿了雪白的节日礼袍 腰身收束地干劲利落 在篝火边站着 整个人挺拔又金贵 他把赛马冠军的桂冠 带在我的头上 要是你也来比 那些棋手可都不如你 刚刚赛马时 我其实在不远处看着 纵马驰骋的 他已经拨脱了少年气的轮廓 眉眼之间有了 舍我其谁的王者气度 可现在一笑 两颗虎牙却还没有退去 走吧 今天的月亮是最好看的 我带你去看 他拉着我的手 纵身带我跃上苍跃的背脊 离开了人群 我们离开的时候 有一道阴质的目光 从篝火照不到的暗处探出 看向了我和阿琪娜离开的方向 我是被一盆冷水泼醒的 睁眼的瞬间 四肢百骸传来顿痛 我才发现我被五花大绑扔在北墨大帐中 北墨太子冷眼用剑抵住了我的喉咙 你若心疼他便早些招了吧 阿琪娜被人置住 见状双眼发红 青筋抱起 那图 助手 我只记得 当时我靠在阿琪娜的背上 风呼啸着从耳边掠过 越滑越来越明亮 阿琪娜说就快到了 前面那片雪原 就是整个北墨月光最好的地方 突然苍越一声悲鸣 苍皇倒下 我与阿琪娜双双坠地 失去意识之前 我看见苍越的腿上 扎进了一只短剑 一群黑影逐渐追了上来 为首的那一个身着明黄色的衣袍 傅汉 我早说过 三哥行迹可疑 他身上的剑伤好得那么快 又次次领兵都能斩获将领 无疑败仗 这根本不可能 如今人我都抓到了 您总该相信他私通大梁女将了吧 老克汗端坐汉卫 面色铁青 那图 你自己不善作战 便质疑我的能力 从小你便如此 怎么当了太子 杜亮还是如此狭小 你 你是驯马女所生的剑种 我从来不屑与你相比 阿琪娜的眼中生了杀意 这眼神我曾见过 这是上一世 他射杀梁景之前 梅雨间便是如此狠利 仿佛眼前已是一个将死之人 可那图太子还沉迷于自己的巨大收获中 得意洋洋地向老克汗 呈上一答书信 傅汉让儿臣调查三哥的书信来往 儿臣已有了结果 远远的 我看见那信封 正是我们秦府所用的降纸信封 那书信上 落款着我的姓名 正如儿臣所料 此女便是秦家军真正的掌门人 而大梁所传能 指出威力巨大的武器的腰飞 便是她的妹妹 原来秦之晚四处宣扬 自己是天命神女 能制出汉天洞地的武器 让大梁军备威力无比 大梁神妃的故事 传到了老克汗的耳朵里 老克汗没有想到 自己最近寄予厚望的三儿子 竟然与神妃的姐姐 暗中有了联系 一向不敬女色的 她到底目的是什么 她很难不猜忌 因此她放任太子去跟踪 调查阿琪娜 果然发现阿琪娜与我联系甚密 还在阿琪娜的房间 发现了我写给她的密信 里面有她向我购买军火的信息 正愁不知如何人赃病货 我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去了寒日里的篝火大会 老克汗狠狠地扇了阿琪娜一巴掌 我最信任的儿子 竟然真的要谋夺我的汉位 你不配做我的儿子 阿琪那被扇得偏过了头 在抬头时却换了眼神 难道你配做我的父亲吗 老克汗正住了 他没有想到一个数子 敢这样斥责她 我母亲被皇后毒杀的时候 你为何视而不见 我幼时被其他皇子 扔进马厩里肆意欺辱 你又为何做事不管 若你保护不了母亲 你为何要强抢她入宫 她本可以自由自在地过一辈子 是你断送了她一生 你懦弱无能 又建议撕迁 你不配做父亲 不配做丈夫 更不配做克汗 老克汗被他的嘶吼 震得身形颤抖 堪堪力柱 便猛地抢过侍卫的佩刀 朝阿琪娜高高举起 不要 我撕心裂肺地喊出声 挣脱了侍卫的束缚 冲过去扑在阿琪娜身上护住她 放过她 我告诉你们 大梁的军队藏在哪里 阿琪娜看向我 面色复杂 我回她一个苦涩的笑容 阿琪娜 是已至此 我们已经瞒不过了 我将太子和老克汗等人 带到了一个 捡到白泽的那个山穴 此地阴暗干燥 很适合储藏物品 洞穴很深 黑暗无光 那图命人点燃火折子 一个比别人个子小一些的 是位灵活的初恋 飞快地点燃了一个火折子 恭敬地递给了那图 人高马大的北墨士兵戴的头盔 似乎不太适合她 头盔几乎遮住了她的半张脸 火焰的阴影下 看不清她的表情 火光瞬间照亮了洞穴 许多战车出现在众人眼前 我做了许多道防护措施 在那火药上 严严实实地盖紧了一层层的麻布 唯有战车的车轮露出了一截 那车轮 车室都是重工雕制 严丝合缝 使用了最坚固的铁材 显然是无比用心的 无论这传说中的武器是什么 都足以让纳图两眼放光 操纵这武器的开关 变在头辆战车的室幕上 只有铜地大小 太子和老克汗 迫不及待地走向了头车 那小个子的侍卫 很有眼力见地跟在后面 侍卫们都好奇得很 一个个都忍不住 慢慢凑近了张望 我和阿琪娜逐渐被挤到了最后面 阿福 就是现在 烧了他们 别让北墨的人得到他们 那小个子是为纹生而动 把火把扔向布料 火焰瞬间烧着了布料 火焰把洞穴照得通明 头盔之下 阿福露出了脸 太子以为我要销毁证据 盲不迭地命人上前扑火 侍卫们纷纷听从命令 脱下一袍上前灭火 我和阿琪娜趁乱迅速撞开了压制我们的侍卫 你快走 阿琪娜 不必管我了 我知道 那几层麻布只能支撑极短的一段时间 很快 火焰就会引爆火药 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阿琪娜逃走了 阿福早提前在洞穴的一侧挖好了躲避的暗道 万一我躲避不及 也有地方容身 但阿琪娜只看了一眼我脚上的镣铐 便毫不犹豫地抱起了我竭力往外跑去 我回头 看见布料慢慢被火焰侵蚀 露出了里面的成捆的火药 直到闻到消食和硫磺的味道 太子和老可汗才意识到不对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看到洞外的光亮 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地动山遥的瞬间 我只感觉到一个温热的身体将我护在身下 我将阿琪娜带回大营的时候 阿琪娜已经陷入了昏迷 阿福换掉了伪装的北墨士兵装束 背着阿琪娜往大营杆 是的 我早就让阿福假意投诚 混入了北墨的步兵营 关于阿琪娜与我过从亲密的消息 都是我让他散布的 太子得到的证据 也本就是我伪造的 太子那图为人残忍 贪婪懦弱 又好大喜功 上一世就是他窜多北墨客汗在大梁边境烧杀抢掠 还用酷刑折磨抓获的秦家军将士 因此从秦之晚送来军火 我就在下这盘棋了 能拥有足以撼天动地的武器 我不信他不动心 我唯独没有考虑的是阿琪娜会救我 在老可汗的刀下 护住阿琪娜的时候 我就在他耳边提醒过他 见火则逃 我知道 以他的身手 只要当时他扔下我 是一定可以逃脱的 我想不到任何原因 能让他奋不顾身地将我护在身下 化儿 这 这是 父亲 见我带着一个男子夜归 又浑身是血 急忙迎了上来 我正要解释时 父亲看清了阿琪娜的面容 瞬间 他面色严肃 立刻命人召集军中所有医事 并下令务必全力为他医治 依仗之内 医事们全力为阿琪娜救治 父亲仍一脸担忧 我犹豫着开口 父亲 为何愿意救治敌国皇子 父亲深深望了我一眼 才缓缓说道 此人 对秦家军有恩啊 原来 父亲亦是重生之人 上一世 我们秦家军 并非死于阿琪娜之首 而是死于梁景之首啊 与阿琪娜对峙时 阿琪娜曾多次派人 劝我归顺北墨 我秦家世代忠良 如何能答应 于是他集结了数倍于我的大军 我便立刻向梁景修书求援 可我秦家军等到的 不是援军 而是屠杀 援军一到 便不由分说地大开杀戒 边关将士迎后钦差 是要卸除战甲 不可持兵器的 那晚 为父眼睁睁地看着 手无寸铁的秦家军士 一个个被赶尽杀绝 死于最信任的朝廷之首 死后为父魂魄未散 亲眼看见梁景污蔑我 秦家军四通北墨 临阵叛国 父亲老泪纵横 哽咽诗语 我看着秦家军士们 曝诗荒野 却无能为力 是阿琪娜带领军士们 收减了秦家军的遗骸 安葬于北墨 阿琪娜攻城后 从不伤百姓 对俘虏也恩欲有加 一路攻到了皇城 兵力反而越来越多 登基之后 他为秦家平反 为秦家军修了衣冠种 亲手为秦家写了英列碑 千年万岁 忠烈长青 忠烈二字 是父亲一生想得到的认可 想不到 最终是阿琪娜给的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原来自始至终 我的敌人始终只有梁井一个 我之身毁了大梁 所有衣事都被我留在了北墨 为阿琪娜之伤 本来 我会在明年春日 兵足梁广之际 穿多阿琪娜南下攻入皇城 在他杀了梁井之后 再将他除掉 一时二鸟 现在 我只给他留了一封书信 我坦白了一切 上一世的故事 重生之后 对他的利用 想置他于死地的计划 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后面的路 我不该再牵连他 我只希望等梁井死后 他能兑现当时在死牢中 对我许下的诺言 宝大梁海清和宴 做一个千秋万岁的天下公主 我带着老克汗和北墨太子 都死于火药的消息 跪在了梁井面前 梁井大赞秦之晚 未不先知 神机妙算 当场宣布大赦天下 立秦之晚 为本朝皇后 秦之晚谢恩之后 却没有立刻起来 反而呈上了一答书信 臣妾要揭发 诋解秦之华通敌 罪不容诛 请皇上过目 瞬间 我被侍卫压制住 抬头时看见秦之晚 正洋洋得意地看着我 而梁井则根本没有 看那叠证据 一挥手便将我打入了大牢 晚上 秦之晚一身珠光宝气 款款走进了牢房 将军府已经被查封了 秦之华 你什么都没有了 北墨平了 你们秦家已经没有价值了 而我现在已经成了 梁井最爱的女人 你没有机会了 梁井爱你 我看了看她身后容貌平平 还刻意化了丑妆的丫鬟们 笑着问她 跟你进宫的那几个年轻漂亮的 陪嫁丫鬟呢 怎么一个都不戴在身边 梁之晚顿时变了脸色 我不喜欢她们 便发卖了 怎么 难道我身为为主中宫 还要向你这个将死的罪人 汇报这些吗 她身后的宫女 轻轻碰了碰她的臂膀 神色恭敬地 给了她一个提示的眼神 她这才收敛了怒色 居高临下地对我说 秦之晚 我今天来 是给你一条生路的 你别不知好歹 什么生路 陛下说了 只要你帮她一个小忙 不仅会设你死罪 还能给你一个恩典 她懒懒地给丫鬟一个眼神 丫鬟给了我一张认罪书 只是认罪书上 通敌叛国的罪人 不是我 而是我父亲 只要在丰厚大典上 你能在天下人面前站出来 只认你父亲通敌 让陛下收回秦家手里的所有兵权 陛下便会赦免你的死罪 还能内你入宫 封你做个答应 我看着她洋洋得意的脸 问她 你不是要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她那我入后宫 你也能接受吗 秦之晚笑出了声 好像我说了个笑话 你一个小小答应 给我提携都不配 从此史书上 与梁景并称的 只有我秦之晚 然而我朝史官记录后宫女眷 只记姓氏 并无姓名 可她似乎不知道这些 俯下身来 在我耳边重重地说 这一次 我为妻 你为妾 地后佳话的女主角 只会是我 你是世家大族培养的高门贵女 又怎样 始终其差一招 输给我了 丰厚大典 则了即日举行 秦之晚带着凤冠 在殿中受礼 梁景高坐龙椅 看不清表情 她的背后 是一块巨大的江山图域屏风 在重大仪式的时候 才会被摆出来 秦之晚奉官华府 缓缓走进巨大的殿门 她已经受过百官的朝拜 成了真正的中宫皇后 而我则一身宫女的不衣 跪在殿下 走过我眼前的时候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让我按照约定 不许生事 于是 在秦之晚坐上后卫之后 我站了出来 臣女要向天下人 揭发一个罪人 秦之晚露出满意的笑容 急得在梁景开口之前 就让我立刻秉明实情 我拿出罪书 朗生在大殿中 一字一句说 罪人梁景 身为大梁君主 昏庸无能 诬陷中梁 纵情享乐 荒废朝政 应昭告天下 引罪退位 话音未落 我飞身上前几步 将藏在罪书中的 狼牙刃 向正殿上方的 龙椅飞扎出去 狼牙尖端没入心脏 龙椅上的身躯 轰然倒下 可梁景的声音 却从屏风后传来 秦之华 你果然要反 防备了你两世 你终于露出狼子野心了 那端坐在朝堂上的 竟然是梁景的替身 真正的梁景 从玉屏风后走了出来 梁景一个眼神 身边的侍卫蜂拥而上 梁景 竟然亦是重生之人 我与侍卫缠斗了许久 却终于寡不敌众 被暗倒在地 为首者的侍卫 举刀正药 朝我劈头砍下时 突然头一歪 倒地抽搐 脖梗后面随即流出了 鼓鼓鲜血 我一抬头 一头血色巨狼傲然而立 目光森寒地 舔着嘴角沾的血 是白泽 而他的身后 阿钦纳横刀纵马 带领虎视眈眈的狼群 一步步登上宫殿 眼神中杀意弥漫 一时间 殿中的大臣 公币 太监 都疯狂逃窜 混乱一片 秦之晚率先尖叫起来 连滚带爬地向梁景跑去 吓得凤冠都掉了 梁景这才一时过来 封了一班大喊护驾 和秦之晚撕扯着 谁也不愿意站到对方的前面 侍卫们纷纷后退 溃不成军 这些吃着黄粮 只知道欺压百姓的皇宫侍卫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白泽旁若无人地走到我身边 轻易地蹭了蹭我的脸 很快扯咬断了我身上的绳索 阿亲那只与我摇摇对视一眼 我便默契地接住了 他扔给我的长枪 我们同时令下 白泽带领群狼 瞬间攻入殿内 狼群只咬杀带武器的人 配合默契地将手无寸铁者的 大臣婢女们逼入角落 留几头巨狼挟持看守 我和阿亲那并肩作战 大臣中一些秦家旧部 立刻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狼群迅速分辨敌友 转而帮助他们 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我在龙椅的底下 找到了躲在一起的地后 秦之丸此时已经吓得丢了魂 劈头散发 凤袍也扯破了 他拉着我的衣摆拼命磕头 求我看在姐妹情分上 不要杀他 他的额头很快血肉模糊了 而梁景则跪爬到阿亲那脚下 说只要饶他一命 要什么他都可以给 阿亲那擦了擦刀上的线血 笑着说 你的皇后有些姿色 若是能给我犒赏将士们 倒是不错 梁景文言 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挣扎着起来 揪住了秦之丸的衣领 把他拖到了阿亲那的面前 将军 将军请 这下可以绕过我了吧 秦之丸不可置信地看向拼命磕头的梁景 眼神慢慢变了 他颤抖着鱼记未消的身体 摸到了地上的一把佩刀 突然抱起扎穿了梁景毫无防备的身体 秦之丸封了一般 在梁景身上捅了十几刀 嘴里似是蜂魔地哭喊着 书上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都是假的 阿亲那漠然地看着他们 没有插手 梁景早已没了声息 浑身是血的秦之丸 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突然笑了 他双眼望天 喃喃道 我要回家 随后将手中的刀筒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一切都归于平静 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 阿亲那砍下梁景的头颅 朝我走来 他有些亮呛 我才发现他脸色是泛白的 走到我面前 他解下佩刀 卸下窥帽 单膝而跪 双手奉上梁景的头颅 在真落可闻的宫殿中 掷地有声 请新皇登基 刚刚的那些秦家旧部 立刻跟着跪请 臣等跪请新皇登基 一声穿透宫羽的狼笑 白则低下身体 伏地沉浮 瞬间殿中 群狼都如白则一般 低头伏地 片刻的寂静之后 群臣跪地 在高呼万岁的声音里 阿琪娜终于身体不支 倒在了我的怀里 我花了三天时间 坐稳了龙椅 父亲带着大军 在第二天便赶到了 军权在手 我迅速清洗了 梁景的残余势力 除了一些对大梁渔中 致死的老臣之外 梁景几乎没有什么势力 几乎大半的大臣 对梁景早就心生不满 再加上 我对有意义者 格杀勿论 对顺从天命者 赐恩加赏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 做个实时务者并不难 但阿琪娜一直没有醒来 太医院束手无策 我仔细想了想秦之婉的身世 或许 这个世界上 不止秦之婉一个穿越者 于是我将秦之婉提过的 他那个世界的信息 听凑成了几个问题 昭告天下 谁可达出 便可进攻领赏 果然 不止一个穿越意识的人 来到了这里 在其中 我找到了那个时代的 从教者 从商者 从政者 从军者 所幸 还有从医者 三天之后 阿琪娜醒了 我早就知道 你天生属于这个位置 我正在吩咐大臣 好好挑选意识而来的穿越者中 品行端正者 为他们安排适合的职位 听见声音的时候 我回过头 阿琪娜却不知何时 已经醒来 眼睛清亮地望着我 我秉退了所有人 坐到她的床檐 她的手指冰冷 但脉搏却沉稳有力地跳动 你整整睡了三天 我语气平静 却有闲色的眼泪 露湿了嘴角 阿琪娜笑了 伸出手 轻轻浮去我的眼泪 这一世能让你 为我流一次泪 很值得 阿琪娜一直瞒着我 原来这一世 她出生时 便有前世的记忆 你不记得我了 对不对 十二岁的时候 俄极没了 正非把我送去了战场 我第一站就受伤被俘 但秦将军见我年幼 放了我 那天是你来给战俘施粥 我太小了 抢不到粥 连碗都被别人夺走了 你把我领到一边 给我盛了一大碗粥 让我慢慢喝 我走的时候 你送给我一枚狼牙 那狼牙是狼王的犬牙 不仅硕大 而且牙根上 还有一块月牙状的黑斑 我下意识地接过了话 记忆才复苏 我从腰上解下阿琪娜送我的 那把狼牙刃 用力拔出木制刀柄 那狼牙的牙根处 赫然有一块月牙斑 你不知道 能重来一世 我有多高兴 这一世 我主动请命去了沙场 我想早早地强大起来 走到你面前 把你从那个深宫里带出来 可是这一次 又是你先找到了我 从你问我要不要做天下共主的时候 我就知道 想要大量天下的是你 你不知道 你的眼睛里那种野心勃勃的光 有多吸引人 下一次寒日礼 你能来参加吗 我会办得很热闹 给你准备最漂亮的白袍 阿欺纳回大漠那一日 我答应了他 总有一日 我会来的 只是现在 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我改国号为大员 重修五倍 广开科举 与此同时 阿欺纳成了北墨新的可汗 由武将上奏 借北墨可汗年纪上轻 与异未封 不如挥兵北上 一举吞并 我没有准奏 对侵略扩张 我没有野心 或许这就是母权与父权的区别 我不想做天下霸主 我只想让我护佑的土地 欣欣向荣 况且北墨世代游牧 与我农耕的民情 亦不相符 随后 北墨可汗修书 愿与我大员勇士交好 自此 两国百姓互通有无 同气连之 安居乐业 四十岁的时候 我在从小培养的 宗室子女中 找到了我的接班人 她与我很像 只是比我更年轻 也更优秀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她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时代需要有才能的人去引领 但不需要成为哪个姓氏的归属 我牵着她的手 走上了皇位 留给她一片海清和艳的江山 随后 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夜晚 坐上了离开大园的马车 到了居廊山的时候 月色正好 一个挺拔清俊的人影 立在月下等我 没有人知道 她就是在位期间政绩卓越 却刚刚善未给太子的钱克汗 你心里说 两日就能到的 我笑着 迎着月亮走上前 晚两日又如何 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再旧